大家好 我是陳偉哲 將代表時代力量 參選我們龜山區的市議員 那這次市議員的候選人非常多 那我是裡面最年輕的 年輕最重要就是有體力 而且偉哲不是正二代 也不是負二代 才能沒有包袱的 把我們龜山停滯很久的建設 好好推動 偉哲之前是讀醫學院的 所以也是擁有專業的醫學背景 那在近年的疫情的影響下 我發現一個人的健康 與一個城市的健康息息相關 因此我帶著這份衝勁 回我們龜山投入這場選戰 我決心讓我們龜山人 生活的越來越好 也期盼透過我自己的醫學專業 使我們龜山成為一個更健康 更有活力的城市 偉哲出生成長以及就業 都與龜山有關 我們家族在這一塊上 勢勢在在的生活者 從阿公年輕時 於專窯廠工作 以及父親的白手起家 一直到後來我的誕生 這些傳承都是在這一塊熟悉的土地上發生的 畢業之後 偉哲曾幫忙父親的公司 負責推廣以及販售醫療器材 走訪我們龜山的各個鄰里 也從中了解到地方基礎建設 以及民眾需求的問題 這個時候我就開始慢慢關心以及認識 過去過去不曾在書本上交過的一些公共議題 那也從中萌芽我為地方服務的一個熱忱 我知道龜山這幾年進步的非常快 但是快速發展的背後 其實還是有很多我們不可以忽視的問題 包含捷運中線 龜山國民運動中西 以及文青國中小等重大建設 還有龜山有登山步道 卻沒有好好整治 我們龜山有自行車道 卻沒有好好的規劃 我們龜山有美食 卻沒有好好的整頓成商圈 我們龜山人還忍受的 在省道上噪音車改裝車的噪音污染 還有我們龜山人忍受鄰近新北市 把垃圾往我們這邊丟 那我覺得龜山人的聲音不應該再被漠視的 看著林口市區還有桃園市區的快速發展 所以我也相信我們龜山人值得擁有更好的生活 我希望年輕沒背景沒包袱的我 能進到市議會替我們龜山的鄉親發聲 我也希望我能透過自己所學的醫學專業 來回饋我們地方 更希望市政監督與地方發展能有更多元更年輕的面貌 最後我是時代力量陳偉哲 11月26號我邀請我們龜山人一起改變龜山 青年回歸自信選擇謝謝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